本视频由游戏机实用技术独家制作,并由以下媒体提供播出。 五一劳动节刚过,在迎来以深海为首的五月强作群之前,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四月的佳作。 接下来是游戏黄金言,2016年4月号,八款佳作即将上演。 妖怪三国志 妖怪手表和三国志这两个看起来八杆子打不着的系列融合而成的策略游戏就是妖怪三国志。 在游戏中,玩家要用妖怪占领阵子的设施,扩张自己的领地,挑战各种大型妖怪boss。 不过,平心而论,本作更加倾向于以低龄玩家为受众的妖怪手表系列。 三国志只不过是外表的点缀,剧情上也只是用三国来恶搞。 而无论是半自动的巡路和指令推荐系统,还是运气成分大于战略要素的战斗,都让妖怪三国志的乐趣依然是收集和培养数百种妖怪。 量子破碎 量子破碎不仅是一款素质出众的作品,而且还有诸多创新之处。 主人公杰克拥有多种与时间相关的超能力,包括时间停止、时间爆炸、子弹时间、加速冲刺等等,玩起来很有超级英雄的感觉。 这些能力除了用于战斗外,还会经常被运用到解谜之中。 量子破碎在剧情方面做出了更为大胆的尝试,那就是会有一部剧集与游戏剧情相配合。 而且剧集的演员包括了不少美剧明觉。 根据玩家的选择,剧集的内容也会发生很多变化。 尽管游戏的耐玩度不高,但冲着这丰富的变化,你也应该多打上几遍。 黑暗之魂3 作为黑暗之魂系列的最终作,黑暗之魂3的素质之高毋庸置疑。 无论是场景还是敌人设计,都能给玩家带来极其深刻的印象。 众多经典老角色以不同的形式在本作中再次与各位老玩家见面。 系列的剧情也就此迎来了终结。 相比系列前两作,本作的系统更加人性化,系统的简化让不少新玩家也能乐在其中。 改良后的战斗系统更是让本作的战斗变得流畅不少。 当然,无论怎么改,本作的高难度依然不变,出色的难度设置能让玩家受苦不断, 但依然能乐在其中,直到最终战胜强敌迎来胜利。 锐奇与叮噹。 作为时隔多年的重启制作,首次登陆PS平台的锐奇与叮噹在画面上的进步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 不同星球的环境塑造格局特色,光影效果也令人感到惊艳。 虽然剧情改编自一代,但加入了电影化的表现手法使得故事更为丰满。 游戏的关卡也均为重新制作,并且加入了多种全新的武器与装备,让人能够感受到制作组的诚意。 不过本作的流程较短,可探索要素也不算多,难免会让人意犹未尽。 值得一提的是,本作同步推出了国航中文版,国内玩家也能第一时间体验到这款佳作。 海贼王,热血沸腾。 尽管是一款粉丝像的作品,但海贼王热血沸腾还是有不少地方可圈可点。 数量众多的战斗角色与招式,加之效果多样的辅助角色。 使得游戏的队伍搭配十分自由,只要花上少许心思研究,无论是哪个角色都可以说值得一用。 流畅的招式衔接和稳定的帧数也为战斗的爽快度提供了保证。 同时,各种精彩的人物特写镜头,热血台词以及破一系统,将战斗的实感大幅度提升,更容易将玩家带入原作的世界中。 唯一让人遗憾的是,本作的剧情过于简短,而部分剧情只用简单插图加文字来表现,更是显得诚意不足。 星际火湖 游戏《星际火湖》系列时隔十年的完全新作,由公本帽和白金工作室联手打造。 游戏保持了系列的特色,在传统飞行射击游戏里融入了解谜和收集要素,并且再加上本作追加的新载具能带给玩家多元化的游戏体验。 不过本作太拘泥于gamepad的应用,将原本可以简化的操作复杂化,战斗中玩家经常会忙得手忙脚乱,而且也没有经典操作和新操作二选一的折中方案,导致玩家对本作褒贬不一。 当然制作方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让玩家适应。 罗杰与黄昏之古城 罗杰与黄昏之古城是由日本一推出的解谜类动作游戏,跟出自同一制作人之手的萤火虫日记一样,本作充满了强烈而另类的风格。 以可爱的小罗莉与守护她的巨人一起闯出城堡为主题,路上却布满了各种猎奇的机关陷阱。 为了强调古城的荒凉感,游戏中除了雪会用红色之外,其他所有景物都只有黑白色。 加上为了表现小罗莉的孱弱和巨人的笨重,操作起来感觉也非常迟钝,因此无论观感还是体验,本作都只能满足一些喜欢并理解这种另类风格的玩家。 游戏的流程比较短,但是解谜做得颇为精妙,通关后很多地方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游戏并没有中文版,虽然有一部分文字资料,但主要是通过简短易懂的墨具来展现剧情,语言对于玩家的影响是很小的。 游戏形式依旧是系列传统的横版过关,画风依旧可爱治愈。 我们的主角卡比也和前作一样能够在场景的表里侧进行冒险。 变身后的能力也和前作没有太大的区别,仅以卡比自身的动作来看确实非常坑爹,但新增加的机器人模式却给整个游戏带来了不少新的乐趣。 机器人变身后的招式虽然简单却不乏爽快感,也让攻关变得更加简单粗暴。 不少场景也需要用机器人互动才能通过。 另外为了点提机械行星,这次的大多关卡都饱含高科技元素,透露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和生活守则。 如果不看红绿灯就乱闯马路,即使乘坐着钢铁般坚硬的机器人也会被车撞得飞起。 整个游戏不仅能让人感到轻松愉快,还颇具教育意义。 好了,4月份的月蛋屏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